我叫李忠杰,今年53岁,在县城一家物流公司打工。 我的父母都是从工厂退休的,住在县城的一个老小区里。 我母亲那边是一个大家族,我有五个舅舅,我大舅和三舅在县城住,其余的三个舅舅住在村里。 我父亲和母亲半句嘴吵个架,我母亲就会半开玩笑地对我父亲说,你要是敢欺负我,小心我娘家人来找你。 言外之意,娘家有五个兄弟,是母亲的底气。 我还没有结婚时,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,父亲和母亲就买上礼物,带着我去那几个舅舅家拜访。 当我结婚成家立业了,父亲说我是长子,就把这项任务就交给了我。 由于亲戚众多,我也买不起贵重的礼物,每家我就是拿上一箱牛奶,一箱酒过去做作。 拜访亲戚的时候,我都会按照长幼顺序先去大舅家,再去二舅家。 大舅是从好单位退休的,退休前是领导干部,退休金比较高。 每次我去的时候,大舅把我的礼物留下,但是他会给我回礼,有时候是一大块牛肉或者两只鸡,还让我给父亲烧上两盒好茶叶。 大舅给我的东西远远比我拿去的要贵重得多,每次我都是很不好意思,仿佛我去就是为了沾大舅的光。 可是大舅说,你能来看看我就很好了,我要的是你这份心意,而不是你的东西。 可是后来,我们家和大舅突然疏远了,甚至有几年还停止了走动。 大舅还没有退休的时候,那时候我弟弟刚刚大学毕业,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 我母亲去找大舅,想让他帮忙进个好的单位。 大舅就说想进好单位可以,但是都要通过正规的考试,他让弟弟好好复习,准备考试,可是遗憾的是弟弟考了三年都没有考上。 而我母亲却怪罪于大舅,嫌大舅不给出力。 母亲不知道听谁说的,如果大舅稍微动用一下他手中的权力,就可以让弟弟去好单位单位上班。 母亲去求了好几次大舅,但是大舅说违反政策,违法乱纪的事,他是不会做的,那样对不住他手中的权力,更对不住上级对他的信任。 他手中的权力是为大家服务的,而不是为自己谋取私利的。 大舅还说,现在这个社会逢进必考,就是看看你有没有真本事,有没有真才实学,这样对那些平民百姓更公平。 母亲嫌大舅唱高调,不认亲戚,好久都没有和大舅来往。 后来,大舅妈一个亲侄子大学毕业以后,也去找过大舅给安排工作,想去好单位上班,可是大舅根本不答应。 后来他和同学合伙做了一个小买卖,这时我们才知道,大舅真的是铁面无私的人,他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戚办事的。 从那以后,我们才理解了大舅,再也不生大舅的气了,也恢复了和大舅的来往。 弟弟结婚的时候,大舅专门送来了一个两千的红包,在当时钱不算少了。 他对我母亲说,妹妹,外甥工作的事我没有帮上你的忙,我也很抱歉,你就理解我这个当哥的吧,我为公家做事不容易,咱们兄弟姊妹这么多,要是这个来找我安排工作,那个来找我办点事,说不定哪天我就犯错误进去了。 母亲连忙说,大哥,我们错怪你了,都是我们不懂事,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 经历了这些事,我们才知道大舅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,他值得我们敬重。 我母亲从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太好,她62岁那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,是脑溢血。 父亲和母亲的退休金合起来,才四千来块钱,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,我们一筹莫展。 我和弟弟找朋友借了三万来块钱,但是还不够住院费。 父亲站在病房的窗前,半天不说一句话,我知道他是没有办法呀。 我是长子,我得担负起这个家的责任,我要救治母亲。 我想到了母亲娘家的亲戚,我要找舅舅帮忙借钱。 我知道农村的那几个舅舅生活也不容易,我不好意思去找他们开口。 我先给大舅打了电话,可是大舅的电话没有打通,一直无人接听。 我去敲门的时候,无人回应。 我又去了住在县城的三舅家,三舅和三舅妈都在家里。 当我说明来意,三舅没有说话。 三舅妈却说,外甥啊,你来得真不是时候,我们家里是有点钱。 可是你表弟刚刚又买了一套房子,从我们这里拿走了二十万,我们家里只留下了两千块钱的生活费。 你要是不嫌少的话,给你吧。 我一听,连忙起身告辞。 三舅妈分明是不想借钱给我,我总不能把人家的生活费给借走吧。 三舅妈,三舅做了大半辈子生意,他家里还有沿街楼,手里根本不会缺钱,只是人家不愿借给我们罢了。 我垂头丧气地走在大街上,双腿像灌了签,一般沉重。 这时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,是大舅打过来的,他说他和大舅妈出去办了一点事,手机撂在家里了,他刚刚回来看到我打过电话,问我有什么事。 我带着哭腔说,母亲在医院里住院是脑溢血,比较严重,可是缺住院费。 大舅一听着急地说,哎呀,傻孩子,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?你赶紧过来吧。 我一听到大舅的这句埋怨,我的心里一热,我知道借钱有希望了,我的眼泪就像开闸的水花花而下。 我去了大舅家里,大舅早就给我准备好了五万块钱,装在一个信封里。 大舅说,这五万块钱是儿子和女儿给他们的,儿子和女儿劝大舅和大舅妈,趁着腿脚还利索,让他们出去旅游,抱一个好的旅行团,看看各地的风光。 我一听,很不好意思,这是儿女孝敬大舅的钱,大舅说,没关系,给我妹妹治病要紧,我们旅游是小事。 我给大舅写了一张借条,大舅说什么也不要,可是我硬把借条留下了。 多亏了大舅这五万块钱的救命钱,母亲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之后,身体恢复得不错,也没有落下后遗症。 母亲经常念叨,让我们不能忘了大舅,她给我们家帮了大忙啊。 我拼命工作,晚上主动申请加班,我想多挣点钱,尽快还给大舅。 当时,弟弟家刚刚买了房子,欠了不少钱,他没有能力帮母亲还钱,这五万块钱的重担就落到了我的肩上。 那天我正在上班,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,让我准备一下,过几天,我们一起去给大舅助寿。 原来大舅要过七十岁生日,在我们这里七十岁生日是很隆重的一件事,亲戚都要到场的。 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,给大舅多少钱合适呢? 二百块钱肯定是拿不出手的,去的时候就给四百吧,大舅知道我们没钱,他应该会体谅我们。 到了那天,我们穿戴一新,去了县城的一家豪华的大酒店。 好多亲戚朋友都来了,大舅和大舅妈,还有儿子和女儿都在忙着招呼客人,给大家安排座位。 我父亲母亲和那几个舅舅,舅妈坐了一桌,我要去找那些平辈们坐在一起,可是大舅却把我们安排在了角落的一张桌子上。 我一看这一桌就是备用的,因为人比较少,只坐了五六个人,按说一桌应该坐十几个人的。 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些不高兴,是不是我随理太少,大舅不高兴了,才把我安排在角落里这一桌的。 不一会儿,服务员开始上菜了,饭菜的标准不低,一看就是按照喜宴的标准上的菜,应该下不来一千块钱。 红烧狮子头,肘子,炒土鸡,一应俱全。 我们这个桌的人比较少,饭菜吃了不到三分之一,有的甚至还没有动过筷子。 桌上的人陆陆续续地走了,妻子看着还有这么多剩菜,可惜了,她就让服务员拿来了餐盒,给我们打包。 妻子高兴地说,这些饭菜够我们吃一星期的了,我却什么都没有说,我嫌妻子太不懂事了,大舅把我们安排在这个角落里,我还不高兴呢。 大舅和大舅妈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,他们知道亲戚来给他们祝寿,都不会空手的,多多少少会给红包或者带礼物。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回礼,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堆着一大堆箱子,说是里面有烟,有酒,值不少钱。 其实,大舅的意思就是免费请大家吃喝,过来乐呵乐呵就行了。 我和妻子打完包后,我和大舅打了声招呼,我们就想回去,可是大舅说,你急什么呀,我们坐下喝会茶,聊会天。 我们只得坐下了,乡下的那几个舅舅也还没有走,父亲,母亲也在这里。 我知道借了人家的钱,暂时还不上不要紧,可是客气话还是要说的。 我就对大舅说,大舅,给我母亲治病的钱一直也没有还给你,请你多担待一些啊。 我现在正加班加点地干活,再过一两年,就差不多攒出钱来了。 大舅悄悄地把我的胳膊捅了一下,打断我的话,让我给他蓄上茶水。 趁着我给大舅倒茶水的空,他小声对我说,你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借钱的事,那样影响不好。 有的亲戚要做生意来找我借过钱,可是我都没有借。 我这个人就急不就穷,我点点头,不再说借钱的事了。 大家喝了一会茶,就要回家了。 我发现每个人走的时候,大舅妈都给了一份回礼,可是轮到我的时候,大舅妈什么都没有给我。 我有些纳闷,大舅不给我回礼,难道是因为我借了大舅的钱? 还是因为大舅过七十岁生日,我只随理四百,他们嫌少吗? 人走得差不多了,大舅又让我帮着收拾了一下每个桌上剩下的烟和酒。 这时大舅说,外甥啊,今天把你安排在角落那一桌,你不高兴了吧? 我知道应该让你和你那几个表哥、表姐坐在一起的。 可是,我知道这几年因为给你母亲治病,你花光了积蓄,还欠我的钱,过得很不容易。 我故意多安排了这一桌,就是想让你打包带回去的,平时你肯定不舍得买大鱼大肉。 听大舅这样说,我的脸通红,我错怪了大舅啊。 我突然觉得自己小肚鸡肠,竟然还以为大舅嫌我随理太少,故意让我坐在备用桌的。 我感动地说,大舅,谢谢你,你处处帮我,以后你有什么事的时候,给我打个电话就行。 我保证信到人就到,大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,外甥,我欣赏你的为人。 我多次听你母亲说过,你特别孝顺,经常给你母亲买营养品滋补身体。 我还听说借我的那五万块钱,不用你父母还钱,会由你攒钱还我。 你做得太棒了,我就喜欢孝顺的人。 这时,大舅递给了我一个红包。 他说,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给我祝寿的,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份回礼。 你回家再打开看看吧。 我和妻子告别了大舅,一出饭店门,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红包。 我以为大舅体谅我生活困难,可能会给我一点钱。 可是,红包里没有钱,我却抽出来了一张纸,竟然是我写给大舅的借条。 我百思不得其解,大舅为什么突然把借条还给了我? 是不是大舅装错了? 我赶紧给大舅打去了电话,大舅在电话里哈哈大笑。 他说,外甥啊,你真是个憨厚实诚的人,我没有看错你,我把借条还给你,就是不让你还钱了呀。 我怎么会装错红包呢? 你以后不要再说欠我的钱了,咱们已经一笔勾销了。 外甥啊,我喜欢你的为人,再说,我这个当舅的帮点忙是应该的,这五万块钱就等于我帮了妹妹吧。 你以后好好孝敬父母,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就行了,我希望你过上轻松的生活。 放下手机,我只觉得脑子里晕乎乎的,大舅竟然不要我借的这五万块钱了。 刚才,我还因为大舅不给我回礼有些失落呢。 我万万没想到,大舅竟然给了我如此丰厚的一份回礼,让我不知所措了。 我这才懂得了大舅的一片苦心,大舅处处为我着想,而我差点误解了他。 良好才是好,我没有钱,但是有的是力气。 从那以后,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大舅家找活干,帮他们擦抽油烟机,擦窗子。 我对大舅无以为报,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我的感恩之心。 去年,大舅心脏不好,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,大舅家的表哥和表姐工作都很重要,不能长时间请假。 反正我就是个打工的,多干天少干天都行,我就辞了职,一直在医院里细心地陪护着大舅。 大舅出院的时候,大舅妈拿出了一万块钱给我,让我补贴家用,我怎么能要呢? 大舅帮我的够多了。 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,做人一定要有感恩之心。 大舅对我的恩情,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。 大舅的人品和仁慈的胸怀,更值得我一辈子学习。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。 二叔曾是副县级干部,奶奶酒时大寿时,大家却不愿意和二叔坐在一起。 我叫张宇刚,在县城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 我的老家在县城西部,一个偏远的乡镇,我们是一个大家族,我父亲有兄弟六个,我还有两个姑姑。 父亲排行老大,他和三叔,五叔一直在村里种地,我二叔和四叔,六叔在县城。 我的爷爷去世得很早,我都没有见过爷爷的面。 我父亲是大哥,当时父亲就和奶奶一起支撑着这个艰难的家庭。 虽然当时在家里缺吃少穿,但是二叔一直坚持在学校里读书,国家恢复大学招生以后,二叔是投一批考上大学的人。 在二叔的影响下,我的四叔考上了一个专科学校,六叔读了中专,二叔大学毕业以后,在县里上班,他在学校里读的是文科,写东西很厉害,听说很受领导的重视。 二叔凭他的能力和真才实学,一步一步地走来,坐到了复县级的位置。 四叔大学毕业以后,分配去了我们县里的摩托车厂上班,六叔中专毕业后去了轴承厂上班。 在我们村里,大家对我们这个家族都很器重,毕竟二叔在县里当官,四叔和六叔虽然在企业,但是在农村人的眼里,他们也是托产的,总比在家里种地强。 那些年,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,二叔就买点礼物,去我家里坐坐,他知道我父亲爱喝酒,总会给买上一箱白酒,放下东西,说不上几句话,他就匆匆地返回了县城,他工作非常忙碌。 二叔只来我家,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是大哥,他很少去我那几个叔叔和姑姑家。 二叔太忙了,他整天忙于各种会议,还要去外地出差和学习,哪有功夫天天走亲访友啊。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风俗,逢年过节的时候,都是弟弟妹妹去哥哥姐姐家里坐坐,也就是尊重抵自己大的人。 可是,我那几个叔叔和姑姑却嫌弃二叔不去他们家拜访,他们经常背后嘀咕说,二叔当了官就看不起他们了。 他们以为二叔当了官,家里就很有钱,就应该为弟弟妹妹们大把花钱。 可是,二叔二婶都是领工资吃饭的人,哪有那么多钱花。 二叔对奶奶非常孝顺,自从她参加工作以后,她就承担了奶奶所有的生活开支和看病的费用。 奶奶家里有一口小红缸,缸里经常放着二叔带回来的水果和点心。 孙辈们去奶奶家的时候,奶奶就从红缸里摸出好吃的给我们,奶奶总是说,这些好东西都是你二叔或者二伯花钱买回来的,以后你们可不能忘了她。 每到冬天的时候,二叔就把奶奶接到了县城里去过冬,二叔家里稍着暖气,让奶奶去享福。 按说,别的兄弟姊妹应该对二叔非常感激,可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想的,就觉得二叔生活条件好,他不管付出多少都是应该的。 四叔和六叔后来都从企业下岗了,下岗后,四叔和六叔觉得二叔是县级干部,给他们重新找个做办公室的好工作,也就是动动嘴说句话的事,还不是小菜一碟吗? 四叔和六叔下岗后,一直悠哉悠哉的,天天催二叔给找个好活干。 两个弟弟不能挣钱了,二叔也很着急,可是他也不能违反规定给两个弟弟安排好的工作呀。 后来,四叔和六叔看到找二叔帮忙没有希望了,他们俩只好自己去找工作。 后来一个刚刚成立的公司,需要招聘很多工人,他们去了同一个公司上班。 四叔去了车间干活,他经常顶撞车间主任,而且还不服从安排,干活时年轻怕重,同事们也都很烦他。 六叔在门卫保卫科上班,可是轮到他值班的时候,他不是迟到就是早退,有的时候,肠子里发货车辆随时出入,他也不及时给打开大门。 后来,四叔和六叔都被公司给开除了,他们俩打听到了公司的老总是二叔的同学,就想让二叔出面,让他们俩继续留在公司里。 二叔打电话了解了一下他们在公司的表现以后,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 四叔和六叔都抱怨二叔不给帮忙,说他自己过好就行了,简直是六亲不认。 从此,四叔和六叔背后再也没说二叔一句好话。 以前的时候,四叔和六叔常去二叔家坐坐,可是自从被公司开除后,他们俩再也不去串门了,他们俩不去二叔家了,二叔倒是觉得轻松了。 尤其是六叔,去二叔家每当遇到吃饭的时候,六叔坐下就吃,吃完了也不帮着收拾碗筷。 他在客厅里抽烟,弄得到处都是烟灰,满屋子都是烟味呛人。 六叔临走时,二叔家里有水果之类的,他毫不客气地拎上就走,气得二婶经常背后抱怨。 二叔只好替六叔打圆场,说全家就他小,让着他点吧。 住在村里的这几个兄弟姊妹,也经常去找二叔帮忙。 有一年,我三叔家的堂弟要买房子,那个小区位置很好,仅靠学校和医院,价位比较高,三叔就请二叔帮忙,说是让他去找那个房地产的老总, 给便宜一些。 二叔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啊? 人家是做房地产的,他虽然认识,但是从来没有打过交道,再说开发商就是卖房子挣钱的,凭什么让人家看面子降价卖给你? 三叔根本不相信二叔和开发商不熟悉,他就是认准了二叔不愿意帮忙。 二叔没有帮上三叔的忙,就把三叔得罪了。 二叔回老家的时候,三叔都不愿意和他说话了。 我大姑家的表弟结婚时,大姑让二叔给找六辆婚车,这六辆婚车,大姑还不想出钱,想通过二叔的关系给免费用车。 二叔一听就很生气,大卫里是有车,但是那是公家的车,公车私用,那不是明摆着让他犯错误吗? 二叔没有帮忙找婚车,表弟结婚那天,二叔送去两千块钱的贺礼,在当时的农村,两千块钱的洗钱就是一份厚礼。 可是,大姑都没有搭理二叔,他送下钱就走了,也没有在那里吃酒席。 村里人知道二叔有一定的官职,也有人想找二叔帮忙。 我记得经常有人去奶奶家,想让奶奶给二叔递句话,帮他们办事。 奶奶是一个名士里的老人,他从来不会给二叔添麻烦。 有的时候,邻居会给奶奶家送来一些礼物,让他转给二叔的,奶奶都是当场就让人家拿回去,一点东西都不留。 二叔回来的时候,奶奶都会和他说这些事,千叮宁万嘱咐,说二叔在外面给公家做事情,一定要清清白白的,不能贪,不能沾。 奶奶不会讲大道理,但是她知道二叔的工作很重要,是给老百姓服务的,可不是为自己的人捞好处的。 有一次,村里修一条路,村干部就想让二叔帮忙协调一下,让上级给拨一些钱。 二叔了解一下情况后,直到这样做不符合政策,就拒绝了村干部的要求。 不过,二叔还是拿出了一个月的工资给了村里。 二叔看起来铁面无私,不肯违反原则为家里办事,其实他也是热心肠,是知恩图报的人。 我们村里有一个老人,无儿无女,二叔管他叫三大伯,我们得叫他三爷爷。 当年二叔读高中的时候,有一次奶奶实在拿不出学费了,二叔都急哭了,眼瞅着就要考大学了,总不能因为交不上学费不上学了吧。 这个三爷爷知道以后,把他家里刚刚卖了一只羊的钱都拿了过来,塞给了二叔让他交学费。 奶奶知道三爷爷攒点钱不容易,到了秋天粮食丰收了,奶奶赶紧卖粮食还上了这些钱。 这件事二叔寄了一辈子,每次他回村都会过去看看三爷爷,陪三爷爷喝会茶,给他买些吃的用的,再留下点零花钱。 我大学毕业以后,通过考试我得到了编制,进入了事业单位上班。 当时二叔还没有退休,他非常欣赏,夸奖我凭自己的努力,有了一份好工作。 二叔说做人就得这样,不要只想着拖这个靠那个,凭关系,办事那是不长久的。 我刚刚上班不久,我父亲突然生了一场重病,可是家里的钱不够交住院费的。 母亲想找二叔借钱,可是我父亲不让去,怕麻烦二叔,他知道二叔虽然有工资,但是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,怎么能张口就去找他借钱呢? 父亲生病,奶奶非常心疼而又着急,他告诉了二叔,我父亲缺住院费。 二叔什么话都没有说,很快就来到病房里,给我父亲放下了五千块钱。 虽然我很快就攒工资把这五千块钱还给了二叔,可是我对他一直非常感激。 半年后,父亲病情发作,突然去世了,父亲的去世让奶奶似乎丢了半条命,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,让奶奶一下子衰老了很多。 二叔就把奶奶接到了县城里,不让奶奶住在村里了,否则奶奶赌物私人,会更难过的。 我下了班的时候,就经常去二叔家里看望奶奶,陪奶奶说说话,吃顿饭。 奶奶九十岁了,到了她快过生日的时候,就让二叔提前把她送回了老家里,奶奶说在家里过生日比较热闹。 头一天,我们家就请了一个厨师,在院子里搭起了一个棚子,准备做生日宴的流水席。 二叔先给了奶奶五千块钱,让她安排我那几个叔叔去买鸡鸭鱼肉。 二叔当时已经退休了,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忙碌,可是有时候还会参加一些场合。 奶奶过生日那天,二叔有时回来得稍微晚一些,二婶没有回来,二婶在外地的女儿家里看外孙。 二叔回来的时候,流水席都已经摆好了,家里来了很多人,姑姑、叔叔和那些小辈们也都来了,大家脱家带口得非常热闹。 奶奶和姑姑叔叔们坐了一桌,其余的我们这些小辈儿坐了几桌。 二叔回来了,奶奶连忙招呼二叔和他坐在一起。 没想到的是,二叔刚要坐下,可是那几个叔叔和姑姑们竟然起身撤到了别的桌上,他们都不愿意和二叔坐在一起吃饭。 二叔非常尴尬,他站也不是,坐也不是。 二叔是明白人,他知道平时他把这些弟弟妹妹得罪了,大家根本不愿意搭理他。 可是,如果他不得罪弟弟妹妹的话,他很可能得犯错误。 二叔默默地叹了一口气,奶奶虽然九十岁高龄,但是耳部龙眼不花,思维清晰,他一看这情形,一把拉着二叔坐下了。 奶奶沉着脸,把那几个叔叔姑姑都喊了过来,让大家赶紧坐下。 奶奶指着一桌子菜说,你们这几个人的脾气倒是不小啊,你们今天吃的大鱼大肉,都是谁花钱买的? 你们出一分钱了吗?不都是老二给钱去买的吗? 我知道,你们的小算盘,不就是因为这些年老二没有利用他手中的权利给你们办事吗? 他这样做是对的,要是他整天给这个帮忙给那个帮忙,他还能安安稳稳地退休吗? 我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了,我都知道做人做官都要清清白白的,你们怎么就是不懂呢? 这些年你们给老二出了很多难题,让他左右为难,我的儿子,我了解他,他不是不想帮你们,但是他背后有国法, 还有上级部门管着他,他不能犯错误啊,这些年,我吃的用的都是老二在花钱,我从来没有主动找你们这些人要过一分钱,你们得感激老二啊,他要是不出钱的话,你们就得凑钱给我养老,老二替你们节省了钱,你们其实一直在沾他的光啊。 今天他花了五千块钱,置办了这好几桌子流水线,让我热热闹闹地过九十大寿,可是他回来了,你们竟然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,你们是想让他难看吗? 你们这样做还是亲兄妹吗?你们小鸡肚长的,还算是一家人吗? 奶奶这些话,就像一把锤子,敲击着每一个人。 那几个姑姑和叔叔都低下了头,一言不发了,奶奶的眼圈都红了,他拉着二叔的手说,老二,别人不理解你,我这个当娘的理解你,咱娘俩喝杯酒,这些年,多亏了你孝顺我。 二叔连忙给奶奶端起了一杯红酒,他敬了奶奶一杯酒。 我坐在紧邻的一张桌子上,这边的动静我看得一清二楚,为了缓和尴尬的局面,我也凑到了二叔这一桌上。 在这个大家族里,我是长孙,奶奶很喜欢我。 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红包,里面有九百九十九块钱,寓意九九长远,我祝奶奶健健康康,寿笔南山。 奶奶笑呵呵地收下了,二叔伏在奶奶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,这时,奶奶从我给的红包里拿出了六百块钱给了我, 奶奶说,大孙子,你的心意我领了,刚才你二叔说你家刚刚买了房子,还借了不少钱,我年纪大了,也花不了多少钱了,你赶紧拿着吧。 奶奶硬把六百块钱塞给了我,我感激地朝二叔笑笑。 我过来给奶奶送红包以后,桌子上的气氛慢慢缓和了很多,几个叔叔开始轮流给二叔敬酒。 四叔说,二哥,这些年多亏了你孝敬咱娘,给我们减轻了负担,以前对不住你的地方,你就多担待一点吧。 大姑说,二哥,那年我让你给免费找六辆婚车,后来咱娘知道了,狠狠地把我说了一顿,嫌我不懂事,故意给你添麻烦。 二哥,我给你道歉了。 二哥白白手说,咱不提往事了,一切都过去了,今天的主题是给咱娘祝寿,咱得让老人高高兴兴的呀。 桌子上的气氛终于活跃起来了,奶奶这才高兴了,家和万事兴,一大家子坐在一起,和和睦睦多好啊。 这些年,二叔真的不容易,奶奶比谁都明白二叔肩上的担子有多重,她既要把工作干好,还得承受了来自家人太多的指责和误会。 当大家在电视剧中看到当官的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丑恶嘴脸时,都痛恨不已。 可是,有的人还是想让家中做官的亲人超越底线为自己办事,这样的想法真的不该有。 我们都得提高自己的觉悟,自觉反对歪风邪气。 二叔在工作中坚守原则,轻正廉洁,孝敬父母,有仁慈之心,值得我学习一辈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